Muji Ku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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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這一次Muji 今天呢 我們要回來玩情人節惡夢 那我私底下呢 自己逛了逛了好多圈 最后一直觉得这个平台非常的奇怪 结果在这个没有磁剑的女神房间呢 就使用了九红色的装饰花 没想到就有反应了 那我们就 呃 就开启了一个 就是我们楼下这边 这一个不知名的房间 当然呢 开了房间 那个 嫌犯呢 就会来追上我们楼 就要赶快 逃亡 那我们应该是要先把他甩开 不然我们进去那个房间 可能还是会一直被他抓到 我再试试看这边 虽然他可能被发现的几率比较高 但总是有 侥幸的一天吧 哦 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 那我们就直接就存个档吧 其实我很担心我现在的补聘 不知道够不够 怕到时候撑不到最后 哦 这是后门啊 原来如此 诶 等一下我按太快了 刚没看到 小明知救救我 我一醒来就被掉到这里了 而且刚好杰克在这里 不知动什么手脚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什么 为什么水突然流的出来 再说这些水 好奇怪 猜猜口袋里掉出了一个钥匙圈 我会溶掉了 这些该不会通电了 哦 再这样下去水越接越多 会出电 不要 我不想吃啊 小明知 救救我 诶 这怎么弄 好像是发电机 有个配置 诶 配线装置 除手去碰很危险 那我可以用这个吗 不行 啊 有一辆老爷车 现在不用管这个的时候 诶 诶 哦 为什么呢 我不是要� como的啊 现在了 我现在完全没有 啊不行 都不行 可是我回来好像也没有意义啊 同手 鸟 呃... 怎麼辦怎麼辦 我去找人好了啦 去找哥哥 怎麼這樣子 我要找人的時候偏偏沒有人 夜袋總該在吧 不要說連夜袋也不見了 果然 呃... 欸 我完全不知道怎麼辦欸 它可以停止 我看一下 對 金屬棍放 它說不能用手碰 可是它又是金屬的 所以我用那個其實也沒什麼用 還是我這邊再... 搜尋仔細一點 搞不好有什麼東西 真的沒有嗎 真的沒有嗎 店員做些什麼 店員做些什麼 嗯... 我們先看那個... 菜哉死亡一次吧 我真的沒有辦法 哈哈哈 真的 我已經不行了 水...水開啊 變成焦黑了 天啊 我... 我... 什麼也做不到 我... 我... 怎麼也做不到 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救它 我想再試試看 那我稍微去試一下喔 請大家稍等我一下 好 大家 我回來了 我... 決定再試一次看看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要找到什麼道具 才有辦法救它 那它... 我真的不想讓它死掉 那我們再四處逛逛 那我們再四處逛逛 覺得它應該不會那麼狠心吧 把道具藏在二樓 那我就想說 我們到這附近 看一看 或許能找到一些用具 其實... 還蠻多地方可以調查的 之後... 可是... 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使用 這邊... 那好像沒有什麼東西 欸...不是這個 欸... 好像真的沒有什麼道具可以使用欸 欸... 欸... 這裡有問號喔 為什麼 欸... 喔... 等到下張手套 我沒有發現說它那個下面有問號 那我覺得... 應該有救了 因為橡膠手套可以那個... 防止被電 太好了... 我已經不想再失去任何的朋友了 使用了橡膠手套 使用了橡膠手套 拆除了電線 喔...太好了 得救了... 得救了... 我還以為會死呢 但是... 我就覺得如果想明知的話 一定會來救我 謝謝你 雖然... 雖然手還在痛... 但就是因為撿回一命 才能感覺到這份痛苦 話說回來... 既然能把我調上去 傑克的力氣真大 他一定是男的 應該吧... 只要能看到他的長相 在我們逃出去的時候 就會成為很有用的情報的說 我的美術成績是五等地 能把傑克的臉清清楚楚地畫得出來 討厭 現在不是該笑的時候吧 嗯... 要這麼做的話 得先從這裡出去才行 那... 我走了 全民自尼要小心啊 呃... 你不跟我一起嗎 女神的藝術品 是個發電機 你真的不跟我一起嗎 放著一台室內裝飾用的老野車 原胎下壓著什麼 打不出來 一個人好像推不動車子 如果再有一個人的話 說不定可以推動了 那你為什麼要走掉 好 那我們... 咦咦咦... 他是來...來...來的啦 喔... 我剛剛整個嚇到 喔... 心臟都快要... 跳出來了 我想說我們等一下再回去樓上 找找看夜代還有哥哥他們... 在不在 拜託 拜託 一定要逃過一劫 好 好 那我想直接在這邊先存一個檔 真的太可怕了 呃...我去找...夜代嗎 嗯... 明知怎麼了 我要找夜代哥哥 我先找夜代好了 車...啊... 在中間的那個嗎 我知道了 一起去吧 OK...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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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知... 你說的一個人推不動的車就是這個啊 這令人懷念 我小時候經常跑到裡面玩呢 還是別說是這些了 我們快推吧 1... 2... 3... 嗯... 嗯... 車底下有東西 獲得標本式的鑰匙 還沒搜索過的房間 也剩沒幾間了 如果找不到出去的路 啊... 抱歉 這麼消息的想法可是不行的呢 明知很堅長的喔 對了明知 你的臉色相當糟糕 沒事吧 也是啊 自己認識的人居然被殺害了 當然 我也覺得很難過 就算悲傷 我們也要盡快離開這裡 難過嗎 如果我死掉的話 明知你會有多難過 那... 我先走了 還有些在意的地方要調查 又不跟我走 你們這樣對嗎 你們這樣對嗎 我不要一句句 他又出來 標本式我記得是這裡 蛤 哥哥 可惡 解不開 明知 我被捷克攻擊了 醒來後 被發現... 就發現被綁在這裡 抱歉 能幫我解開手療嗎 蛤 什麼 掉上洞了 捷克金星 設置的就是這些東西嗎 明知 那邊應該有幾個標本 我想 把它們以某種方式排列 就能解開... 啊 就能停止這個雕像 如果 沒辦法停止雕像的話 不 沒事 沒時間了 交給你了 呃... 魚類 固定住了 呃... 呃... 等一下 呃... 等一下... 它是什麼...魚類 對... 這是固定住了 呃... 呃... 我看一下 生物的誕生 有任何提示 這也可以移動 是那邊嗎 半透明的紙放在畫框 欸 要烤紙...烤紙逼 烤盤紙逼 2290 呃... 跟這個沒有關係吧 等一下喔 這是什麼 這些都可以移動 可是... 魚類 所以... 呃... 好吧 雞 鳥類 喔... 鳥類 鳥類就是它喔 爬蟲類 兩棲類 兩棲類 魚類 帶著雞嗎 完蛋了 我大概懂什麼意思喔 我大概懂什麼意思喔 不過我覺得應該來不及 因為它推一下就花了一秒鐘 看它不行了耶 兩棲 所以應該是兩棲血 啊... 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我要看會Boss掉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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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知... 抱歉 我還沒唸過 我還沒唸過 OMG 啊... 不行 我一定要救哥哥 好... 好 各位 我又回來了 我知道我哪裡不對了 其實我最一開始是 呃... 沒有想錯的 其實是... 最後面的部分 就是鳥類 跟布魯類的部分 是... 放電檔 其實... 剛剛你查了一下 布魯類它是先... 先演化出來 最後才... 最後才剩兩類 前面這個部分都沒錯 就是先兩棲 痾... 之後... 欸? 兩棲... 啊...放錯了 先兩棲再次爬蟲 之後... 再是鼓掠類 最後才是... 鳥... 鳥類 應該這樣子就沒錯 痾... 按錯按錯了 在幹嘛啊 緊張就... 喔... 沒錯了 非常開心 手療解開了 機關好像也停止了 前居一髮嗎 謝謝你了 明知 我已經沒事了 雖然被打暈的地方 還在痛 這是... 啊... 這房間我稍微再調查一下 就會去其他的地方 你自己要小心啊 絕對 要活下來 離開這裡 按到哥哥你了 哈囉 怎麼說好呢 好大的宅地啊 就是這樣 唉... 我一直很... 很懊悔我一開始沒有救那個... 就最...最...最一開始的那個人 我...我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我應該... 要邁向好結局 就是... 大家都不會死亡的結局 才對啊 好... 那我們這時候已經得到了考盤 我們就知道的密碼 2290 就是... 呃... 那個誰 呃... 密碼解除了 內容是... 日記 七元院長的日記 2014年5月10日 最近外科醫師的... 市警找我談了一件事 他說 有個從未見過的男人 詢問他有關 七年前 車禍的緊急送醫的 收穆打災 凝美的手術內容 七年前的收穆夫妻 那個手術都過了七年了 怎麼偏偏還會有人去調查 不對 不是偏偏 恐怕是有什麼把握 至今才來詢問的吧 並且來詢問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那對夫妻的兒子 收穆同災 雖然從以前開始 就一直在監視他 難道他握有什麼證據嗎 2014年5月11日 被擺了一道 我得知收穆夫妻的病例 最近被人調閱過了 調閱者是一個叫公種的急救人員 跟收穆同災在同一個消防局工作 一如所料 他也被身為同事的收穆同災 拜託了吧 如果能再早一點注意到 把一部分的手術紀錄 銷毀掉就好了 不姑且告訴市井醫師 也跟收穆同災有所接觸 但這能維持到什麼時候呢 2014年6月3號 我擔心被媒體揭發 整夜無法入睡 在心裡催快倒下的時候 夜代帶著一點擔憂的表情來關心我 多麼體貼的兒子啊 說起來 夜代的國小朋友 那孩子是收穆夫妻的另一個兒子 收穆明知 天底下有這麼巧的事情嗎 想至少減少一點煩惱的我 把過去收穆夫妻的手術疏 告訴了擔心的夜代 一開始露出驚訝表情的夜代 在我們談話過程中 也不知他是否感到同情 不過他還是像在體諒我的心情一般 把話聽完 與畢 因手術失誤 害死了夜代朋友的父母 我原本以為會受到他嚴厲的指責 但他對我說出了讓人意想不到的話 8月21日 夜代是我引以為傲的兒子 從以前就不曾背叛我 雖然妻子背叛了我 跟男傭 跟男傭出軌 但是夜代沒有背叛我 他是個善賢人意又引以為傲的兒子 所以我新來接受了夜代的提案 11月9號 準備工作大致結束 松木同哉還到處追查探索 也已經沒有關係了 被噩夢殘剩的日子 遭背叛的事情全部都一掃而空 2015年1月14日 看來是錦醫生終於和松木同哉接觸了 好像把我要他封口的事情也告訴了他 但是已經太遲了 以奇能節為分界點 惡夢將是終結 喔 日記到這裡就結束了 我是喝 那是不是夜代 呃 夜代的提議 要他老爸做的事喔 呃 我現在 怎麼辦 我沒辦法面對夜代了 我先存個檔 那我們現在好像 你有道具了 呃 也沒有 不知道 哪來做什麼用 我在想 那個切子傑克不會是他的老爸吧 夜代呢 我要找你好好談一談 好囉 呃 好吧 沒有反應 那我去找哥哥談一談 那我去找哥哥談一談 呃沒有用 好吧 那我現在 又不知道要 做什麼呢 因為這個已經沒有用啦 因為我們已經把他的日記看完了 所以我們現在有螺絲起子 麵包夾 方塊的箱子 還有防灶槍 到底要做什麼用呢 這邊還能調查嗎 看一下這邊說 或許有什麼東西吧 而且那個女生啊 她又不見了 我很怕她到時候死掉 所以我們還有一些謎題 都還沒有解決 好比說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好像很難的謎題 那 唉 我想說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裡好囉 這邊再存一個檔 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